要说现在出门住酒店 除了考虑到舒适方便之外 还得看网络 一般都说 福远 你家WiFi密码多少呀 不但能够省自己流量 这网速也快呀 可是最近 大连的一家连锁酒店 经常有客人投诉 说酒店信号差 电视卡 这生意咋做呢 是房间的无线一批 它要连接到电视 可能跟无线也有一些关系 就是它 有它在信号会好 手机的网络信号会好 客人总是反馈网络不好 因为我们也有 我们自己的供应商 所以说就联系 它导了一下后台的数据 就发现这个盒子的IP 总是断线 无线设备房间表配 为了美观隐蔽装备 明面上都看不少的东西 咋能断线呢 酒店工作人员 实际检查后发现 竟然有十多个房间的 无线设备不见了 我们也没有想到 这个东西也会有人拿 因为正常人 拿它也没有别的用处呀 因为我们也咨询了供应商 这个盒子不是说 到哪都可以用的 它可能一般只有酒店 可能会能用得多一点 民警走访得知情况 专业团队立马上上 通过酒店登基的住宿信息 民警发现 丢失无线设备的房间 都住过同一名姓文的单子 而且还在酒店里住着呢 通过酒店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我们确定文某还在房间内 经过我们的分析 文某可能再次作案 我们随机对大厅进行布控 文某从那个电梯 步行到酒店大厂之后 我们进行抓捕 抓捕之后 当时神情比较慌张 手里拿着手提袋 我们在文某身上发现 这个无线设备 是312房间的无线设备 然后我们带文某一起到房间内 确认了此设备 就是酒店丢失的无线设备 经调查 这个文某今天31岁 本地人无业 对于为什么要花钱住酒店 挨个房间偷无线设备 文某给出了 让人提消皆非的答案 嫌疑人与他妻子感情不和 被他妻子赶出家门 他在住这个酒店呢 一天晚上大概需要200块钱 然后他在住酒店的情况时候 发现这个酒店的这个无线设备呢 比较值钱 大概可能值1000块钱左右 然后他就在二手网站上进行出售 大概以160元的价格出售 这样他一天晚上住这个酒店 相当于只用40块钱 所以他每住一次就卖一次 每住一次就卖一次 他觉得比住那些小酒店 五六十块钱的那样的 感觉更合适 文某从2021年7月起 17次入住该联组酒店 盗窃房间内无线设备是起一个 涉案金额15000余元 目前文某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咋的 他拿回家要自己建基站呢 你看以前吧 咱们退房的时候 都让服务员检查一下 这个杯子坏没坏呀 有没有什么消费项目啊 这还得检查一下 这无线路由在不在 以后咱们开酒店 开宾馆的 千万得加小信 再检查一下 好 steps